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讲的题目是永远的关系 我有时跟人说我信了耶稣 对方往往问你是基督教还是天主教 对方往往将我所信的归类为一种宗教 其实严格来说我们所信的神就不是一个宗教 我们跟神之间是一种关系 关系是什么呢 关系是连线 有所连结 我们可以跟他聊天 沟通 彼此有一定的认知或者认识 有时在外面传福音碰到很多人他们回应 以前在基督教学校读书或者信过耶稣的 因着各方面种种的原因 后期就没有信了 没有再回教 我就觉得非常可惜的 我往往跟这些人说 比如举一个例 你有一段时间去外国旅行 那一段时间 你不需要跟父母说我断绝 是跟你父女的父子或者父女的关系 你去到外国仍然可以打电话 或者视讯和父母去联系 彼此去见面 或者介绍你旅程当中一些风景 因为父母知道你的状况 不用说是神女的关系 那我们跟天父是什么关系呢 今天就引用一字的经文 记在在约翰福音1章12节里面这样说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 他又斥他门拳并作神的儿女 原来神创造万物最后才做人类 神以自己的形象样式创造我们 是最看重我们 祂将所有创造的物给我们去享受 以及管理 我们的身份是非常非常重要 但是非常可惜 人类往往不信这位独一的真实 反而将神创造的树木 石头或者金属 铸造一些偶像 这些偶像仿佛地上的动物 大笔像 或者鹰、飞妖等等 去摩拜这些假神、假偶像 扁低了自己的身份 非常可惜 或者有些宗教 它是讲转世轮回的 做人做得不好 变狗仔、猪仔 其实是偏离了真理 我们要看圣经 我们的身份非常非常重要 神创造满物 各从其类 人就是人 动物就是动物 分门别类 是很有条理的 不可以混淆 人变动物 或者动物变人 不可以 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 既然密切 我希望每位基督徒的朋友们 我们应该保持上上与神的联系 这个关系 除了地上几十年 或者最多百多年的关系 还有神再回来的时候 接我们去永远的角度 天国是永远远远的关系 会不会保护你 分顾你 刺服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